来 说 雪辉的未来日记 什么会儿 喂 喂 喂 英哥听到吗 什么会儿 我想问一下 您以前是不是做过电话卡的营销 差不多 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在做电话卡营销 啥年代 我卖家用电话 咱们谁还是固定电话 都淘汰了 不 不 不 我们也是做移动电话的 对 我是卖家用电话的 都淘汰了 就是说你能讲讲你当时的经验吗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 你咋的了 你现在差啥了 就是我们是才做这个业务 才不到一年时间 以前我们都没做过这玩意儿 没做过这玩意儿 那你现在是怎么的 你卖这玩意儿的核心竞争力是啥 核心竞争力可能 我们就是可能是 比其他的运营商可能就便宜点吧 核心竞争力是便宜 核心竞争力便宜 受众群体那是啥人 受众群体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想针对一些商业客户吧 就比如说是做那种 电话服务或者是一些电话营销之类的东西 通话时长比较多 然后短信和短信免费法完了流量一般 差不多 就是适用于那个通话比较多对吧 对 适用于那种通话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工作上面通话 就是说给别人打那个电话营销啊什么的 打电话营销 那你就这类人 这类使使用的 就是使使用比较适重 适用你这个东西的 你们真正能做到免费打吗 我们原来的电话也是说免费打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用了超多多少分钟 就像吃自助餐一样 你如果真的是超出了一定的分钟数 他也会就是像吃自助餐真吃太多 他也不让你进 他也给你拉黑 反正我们现在订的就是说 那个差不多一个月的话 就是最小的支费就是69块钱 就是电话无线包 然后流量是4G 5G的 流量的话是就是最低的是4G的超餐 69块钱 69块钱 主要卖这东西 你是什么你是公司啊 还是个人有提成啊 是个人做话还是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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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打 那受众群体 你说受众群体首先不精准 对吧 你这不精准 你得精准点 具象化一点是哪类人 比如说做电话类业务的 那比如说像那种打广告的 张先生有没有买方需求 这些其实他们也是 用量也是很大的 那你有没有一个 这些客户群体的列表啊 还是说 能买着这方面电话的资料啊 还是说纯靠盲打呀 其实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才 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系统的话 其实才开始做这个业务 因为我们算是 中国第四大 第四个运营商 第四大运营商 不都说三大运营商吗 大 我觉得大可能 还是还说的太早 只能叫第四个运营商 独立运营 独立运营 差不多是独立运营 独立运营的话 那你如果资费低的话 我建议你再细拆一拆 现在目前市面上就是 不需要太多网电话 免得能接不要钱的这种的话 这种这个运营商的话 市面一个月多少钱啊 这个其实我还 其实对于资费这块 我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必须得 你是做技术的 我是干技术这块的 就是 然后我就是跟 有时候我经常跟他们搞营销的人 就是在一起聊天 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搞不清楚 自己的那个用户的用 就是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的业务你也没搞清楚 你也没搞清楚你自己的 你用户 你让他们去搞用户 就我们出个这么计划 你去搞用户 这不是销售的问题 这个是你公司的市场定位问题 你得先定位清楚 我是做哪类人的 可能这块 我们这块 因为是才开始做 可能很多人都没想清楚 这个叫用户画像 你得先有个用户画像 比如说我的用户画像 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子 常年基本上一直各家呆子 偶尔才出个门 然后这种呢 我的月费超级低 10块钱一个月 你要说网也有 出门接电话 照接打电话 正常来讲按他们量 绝对不再抄的一个月 就是10块钱 那我的用户画像 就是老太太 或者我的用户画像 就是随便打电话 真正一一能做到 让他随便打电话 那种业务员低了就我电话 不管想给谁打 24小时通话他都合适 你得先有个具体的用户画像 再一个是公司主要针对的市场方向 和销售员去打的市场方向 不能完全一致 什么概念呢 比如公司针对的市场方向 是下沉市场当中最低端的 适合我刚才说这种老太太的 而业务员想争取的 肯定是里面相对来讲 比较高佣金的计划 因为计划你公司 不可能只有一个计划 你做最低端的市场这个计划的时候 你说最便宜的这个计划是什么 它是一个引流进来的一个端口 那进来了以后 这些客人要不要升级 比如说1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 最基本的这个计划 适合老太太真 老太太真就是不怎么用的 甚至是个什么所谓 不停机保号用的 这么一个计划 那业务员肯定想卖给你的 最后就要咨询你有没有用量 你有没有用量 有没有就是说 比如说包括什么出国呀 什么这些 有没有这些这些方面的业务 那实际上真正海外 海外缺口是非常大的 当年我在外面坐的时候 海外缺口非常大 就是海外的这些华人 没有中国手机号 接不了中国的一个验证码 这个缺口是非常大的 接验证码这东西 其实都不用通话量 到现在也没有哪个正儿八经的运营商 能够达成这个服务 海外到现在也没有 你就打海外 其实也是一个好趋势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公司定的是什么样计划 如果单纯你现在你们的业务板块 只是做无限量通话 那么我觉得更适用于商用 商务用途通话 商务用途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会议用途 怎么叫会议用途呢 就是现在你看腾讯 腾讯会议 包括这个互联网上各种开会的软件是非常什么的 就是应用是属于非常多的 大家是说白了有网就能用 这个互联网上面这个用法其实相对也怎么着 但是有没有在还在打电话使用线上会议的呢 有但是你要正着卖的话很难卖 这得具体因地至于现代业务行情我也不懂 但正着卖这么卖 你说是有没有打电话 打电话进去的用 我这个其实很难卖 倒过来卖行 我是个做网上会议室的 然后做这个会议室 专门给你们用作公司什么高端加密会议 什么数据远程会议 然后里面包含送你们30名的电话卡 送你们30名电话卡甚至所谓的量号 那这种就适合什么比如人家一个公司进来来 我公司80个人 我们开会什么经常使我用你的这个什么互联网 开会用的专用计划 因为你高端加密 因为你数据可靠 其实他们哪家都可靠 然后里面带80个号 这80个号全是同一个号码段的 那这种卖可能就会好卖 当然只是咱们现在也是猜 我得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才能给出你真正切实建议 再一个尤其你是搞技术的 技术上来讲你需要给出的支持就是什么呢 计划肯定不能就一种 但只要打低端 你最多就是什么 纯底端低端和中低端 你不能再往中端去 肯定打不了 然后销售员要卖的 他肯定争取的也是尽量月费高一点的东西 所以说怎么达到平衡的尺度 计划制定很重要 然后再谈下一步的这个受众群体 你先定制一个计划说一个月我卖30块钱 我们的利润是保证最大的 我们清算完了以后 这个利润一定是非常大的 然后拿这个30块钱去套 试用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他能达到一个什么量 能变成20 达到什么量能变成25 那我就以25这个价格去定 然后必须是团购 或者怎么着 结合互联网的营销手段 去拉高你这个量 好吧 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跟他们 现在跟他们底下移交员两天就发现到 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多营业员 为了完成那个公司给他们每个 每个人定的任务 他去找一些比如说他的亲戚朋友 帮他每个人帮他开一个开一个电话卡 然后他可能就这个电话卡就放在那边不用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等这个电话卡过了一年 他就自动注销了 然后相当于我们就没有产生效益 你说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是你的佣金定制问题了 你佣金定制问题他当月开 当月开 然后这个人后面一点不使 计费一点不产生 直接就开了这么一个东西 你给的佣金甚至比他要自己开一个开销还低 比如曾经我没有这个 一个计划的佣金十块钱 一个月的月费五块钱 第二个月开始不交费了 还他妈丢个盒子 我们那时候的使盒子 使互联网盒子 一个盒子就是发金就丢了 发金六十 然后整个假信用卡 整个美国那种 不是有那个礼品卡吗 也是Visa的 礼品卡里面就可能剩一块钱 因为当时不扣费 用完一个月才扣费 扣费的时候扣不出来 盒子还丢了 完了销售员折腾一通只挣十块钱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啥 他的一月适用期过了之后才去给他开佣金 你这里面的制定的计划 就是你公司在制定KPI绩效考核的时候 必须得存在这些 比如说你平均定的用户 我来衡量你这种 你有绩效考核衡量的吗 你开的用户都是什么 用量非常大 每个月都会增量 那我给你开佣金的是一种方式 比如每个月你累计达成2000块钱的额外销售额 就是什么 就是在你的基础费用以外额外产生2000 你达到2000我能给你个什么样的佣金 这个一定是要做大头的 你可能你可能每个月卖出去20条电话线 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300块钱绩效考核 但是每个月你额外如果能让这些 这些计划员增值收费能产生2000块 你能再提500 那这个头这个他还会尽量去争取这个 就是争取更多这个用量的用户产生额外费用的 他是争取这东西 而如果你给的绩效考核方式单纯只是你每个月卖出去多少条 然后你就能直接给你开出多少钱来 那这个你就完全是在给人bug钻嘛 对不对 你的绩效考核方式 KPI制定方式一定得是你的业务员出身才能定得出来的 凭空空降个领导出来半路杀出个 杀出个经理出来 这种是根本定不出来的东西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卡这个bug 对吧 对对对 对所以说绩效考核你要定的非常合理 绩效考核的那个他的制定的问题是吧 对你这一个是绩效考核制定的问题 再一个是公司 你现在如果业务属于开荒状态 水至清则无余 你必须得给他们一些混水摸鱼的空间 你必须让这些老人能够能力不强还能赚到钱 你的未来公司可持续发展才会变得非常强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上来看你这业务员水平也一般啊 那怎么他 哎呦多少钱一年一年没少挣 挣十万 我操这活让我干 我按你这水平干的话 这活让我干一年我得挣三十万 必须得前期做到水至清误语 而且怎么留人 你公司可能会有一些以公司级别 甚至以领导级别在外面谈的关系户的业务 不用紧张这点佣金 直接发给下面员工 哎挑那种你看着有发展能力比较强 但是呢可能暂时没有用户一个月还挺紧张的 偷摸我线下给你发给你发三十条 这公司小客户别出去说去 好好干啊 公司也要讲人情事故 不是说单纯只是制定KPI 像你们像奴隶一样光光压榨你 该扶植也扶植 不用差那三头五百佣金钱 笼络人心 在公司初期是最重要的 开疆拓土开荒的时候 谈业绩 谈规矩 上了黑脸 你违反规矩了 不用你这种公司做不大的 这种公司在国内反而是普遍状况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你得有一个在大概中层 你公司的不是纯高层 中层领导 人情事故摆了明明白白的 我跟你讲 以前我听过一句话 我上班的时候听过一句话 跟员工好的跟领导就好不了 跟领导好的跟员工就好不了 跟领导好的 你总得打员工小报告 跟员工好的 你总得跟领导对着干 实际上这个中层是很难当的 你需要这么一个中层能够成上起下 下面业绩差了 伸手能帮 上面压力大了以后 我能带着他们一起说讨价还价 这个人很难当 这个人必须啥呢 拿着高层的薪水干着中层的事 你有这么一个人 你这个公司开箱脱土开荒就好干 好吧 主要是先找人 然后再研究计划制定 然后再挖掘潜在客户 挖掘你的客户群体 然后最近最终制定一个用户画像 你这用户应该是什么样 什么样年龄段干什么样的活儿 然后我们再研究从哪去找这些人 如何投留投广告 能砸到这些人身上 就可以了 谢谢你 好吧 您这说的 我这是从来都没听说过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这是野路的答法 我不是 听到您一起的话 我就感觉到真是学了不少东西 这不敢的 这不敢的 我是野路的答法 因为我不是系统学这个东西 我是这些年也是干营销 然后自己总结的东西 我在培训人的时候 我是这么说的 说的头头是道 不见得哪个东西 都是人家 博内现在市场承认的东西 就是真正学术上面来讲承认的东西 反正大概意思能理解就行 全是大白话版的 好吧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拜拜 拜拜